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 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的非常多的一个系列 是我们给小朋友或者是给大朋友呢 在洗澡的时候带来更多乐趣的一个变色粉末 或者是可以让你的泡澡水变成我们的黏黏胶的一种这种小粉末 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还有我们这边的Tinty Tinty的话呢就是可以让你的浴缸里面的水呢变成其他的颜色 或者是里面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的软胶啊 还会像有这种放了噼里啪啦的小炸弹一样 整个的水呢会变成这个带有叉叉糖的感觉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变化 挺有趣的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我们这边呢也是把它进行一个开箱 把它呢这边全部都给它打开来 可以用手呢给它进行一个搅拌 我们第一包的话呢放下去的就是可以让它变成我们的呃这个黏黏胶的一个感觉 会让它的这个水呢变成非常多的一个固体 可以看到在我们浴缸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水进行的一个变色了 好了 随着我们进行的一些的搅拌 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话呢 就已经变成了非常多的这种颜色 我们现在可以再给它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个小的这个豆豆 会让它呢发出噼里啪啦的一个响声 可以来看一下这样的话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哦 它现在就已经开始发出这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它开始发出这种啪啦噼里啪啦 非常非常小的 就有点像我们小小的小朋友在吃糖的这种感觉 还有这边再加入一些小的猩猩 我们的小猩猩呢也是非常的可爱 也有非常多的小的海豚 小的海星 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小动物 也是超可爱的 那我们在放入水之前呢 还可以再给它加上一些其他的海洋动物 这边呢还可以再加上我们的小的螃蟹 好啦我们要再加一些水 那我们的整个水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 加入的一些小海星啊小动物啊 就会慢慢的融化 融化到最后呢 只剩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海星啦 这边呢也有我们的一个小海马 还有一个小的海星 还有它的一个小的小乌龟 小海龟 那我们整个里面呢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小的画片 非常非常酷 这边还有我们的小海豚 和我们的一个小的非常可爱的 这样的小的这个螃蟹 嗯那我自己觉得的话呢 如果给它放到里面多 给它搅拌一下 也是非常的有趣的 那在这边呢 我是放上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的动物 嗯再过了几天之后的话呢 还会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的更新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的话呢 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催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 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下期催出的视频啦 好啦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给你带来好的心情 嗯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和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一个想法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